澳洲的電費就出了什麼季 今集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跟電力公司的港價 爭取最大的折扣優惠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連水費都可以減免 以後會和大家分享 怎樣申請政府的Energy Bonus 這個補貼是每個電力用戶都可以申請的 包括租客以及非澳洲公民都有資格申請的 歡迎收看土澳TV 先說一下澳洲的電費和煤氣費 澳洲的電費在發達國家中算得上是數一數而貴 比香港要貴不少的 真是不便宜的 而且澳洲的電煤收費是不統一的 每個州份每個區 甚至乎每條街的收費都可能不一樣 澳洲有多達20多間的電力供應商 它們有各自的定價 而且有各式各樣的折扣優惠計劃 根據澳洲傳媒的報導 用戶之間的收費上的差距是可以高達40% 差距這麼大的主要原因 除了部分州份電費特別貴之外 譬如南澳 其中一個原因是 很多人根本看不明白電費的計算方法 因此不知道怎樣跟電力公司去講價 因為澳洲的電煤收費以及折扣計算方法的確有點複雜 這也是電力公司特意這樣做的 令到用戶無所適從 沒有辦法有效地去比較各電力供應商之間的收費 澳洲的電煤收費是可以跟電力公司講價的 在澳洲是需要定期跟電力公司講價 有講價和沒有講價在收費上的差距 是可以高達40% 有不少澳洲人根本不知道怎樣跟電力公司拿折扣 或者他們以為自己的電費已經很便宜 因此就沒有想過去做比較 我其中有位親戚在澳洲已經住了20年 他到現在都看不明白自己的電費怎樣計算 因此他一直以為自己的電費已經很便宜 直到我拿我把單給他看 正所謂做人做到底送佛送到失人 我幫我親戚打電話跟電力公司講價 最終幫他多爭取10%的折扣 在澳洲你必須要了解清楚自己的電費計算方法 你才可以有效地在市場上找到最大的折扣計劃 澳洲的電力收費主要分開三個部份 首先是Supply charge 供電費 這個是按天數來收取的固定費用 不管你用不用電都好 你都必須要支付的費用 不同的電力公司的供電費都可能不一樣 而且還要另加10%的GST 銷售稅 第二部份是Usage charge 每道電的單價 我這張單就比較簡單 每道電的單價都是同一收費 是沒有分時段的 市面上有各式各約的電費計劃 部份計劃會分繁忙與非繁忙時段 繁忙時段的單價是比非繁忙時段貴一點 至於選擇哪一種計劃比較好 就要因應你自己的情況而定 因為每個家庭的用電情況都可能不一樣 年輕人在晚上用電的時間可能比較多 而老人家可能在日頭用電就比較多 因此要因應自己的生活習慣來選擇不同的電費計劃 最後就是On Time Payment Discount 按時支付帳單的折扣 這也是今集要和大家分享的重點 顧名思義 On Time Payment Discount 只適用於準時支付帳單的情況下 要注意的是不同電力公司的折扣條款都可能不一樣 因此你要對比不同電費計劃時 不可以只考慮Discount 的大小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用例子來和大家解釋 澳洲的東西就是這麼複雜的了 假設A公司給的Discount是40% 但這個Discount 只適用於 Usage Charge 每度電的單價上 而其實Supply Charge 供電費是沒有任何折扣的 而B公司給的折扣可能只有30% 但這個折扣是適用於Usage Charge 以及Supply Charge 上 因此B公司給的實際優惠其實是比A公司多的 這樣講大家可能比較容易明白一些 因此對比不同電力公司的折扣時 你必須仔細看清楚裡面的條款 另外如果你的房子安裝了太陽能板的話 情況會更加複雜一些 因為你需要對比不同電力供應商提供的 太陽能回購收費 你多出來的太陽能會直接輸送到電力網上 電力公司會按照你所輸出的電向你付款 一般來說你賣給電力公司的電價 是會比電力公司賣給你的電價低一半 如果你的太陽能板比較大的話 高回購計劃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想了解更多有關澳洲太陽能板的朋友 可以看回第28和第29集 至於煤氣費方面 基本上和電費的計算方法差不多 一樣有分Supply Charge和Usage Charge 但會按照不同的階段來收費 最初一段的收費會比較貴 而後段的收費會比較便宜 因此在選擇計劃時 你亦要考慮自己家的情況 例如如果你經常煮飯煲湯的話 大用量的計劃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現在談談如何跟電力公司講價 我一般會將電費和煤氣費加在一起 在談判之中你會比較有利 賬單在管理上亦會比較容易 因為你要準時交費才能取得到Discount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借鄰居或朋友的單 直接打電話跟電力公司講要求減價 但要注意的是必須是同一間電力公司 以及同一個區 因為在澳洲不同的區 可能會由不同的電力公司負責 就算是同一間電力公司 在不同區的收費標準都可能不一樣 有些小的電力公司相比的折扣可能會比較大 但覆蓋範圍就會小一點 澳洲的東西就是複雜的 另一個方法就是透過格價網站 對不同的電力公司進行比較 找一個最適合你而且最好處的計劃 在維州你順便可以拿政府的50元補貼 所有居住在維州的電力用戶都有資格拿這個補貼 包括租客以及非澳洲公民都有資格拿 你只需要進入政府的網站 完成格價比較以及登記你的資料 維州政府就會寄一張50元的支票給你 雖然今天不多 而且還是一次性的 繼續比沒有好 但要注意的是有時候當你找到一個比較優惠的電費計劃之後 你準備打電話去跟電力公司申請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跟你說這個計劃已經沒有了 取消了 原因是網站的資料離不及更深 他們可能會向你推銷另一個沒那麼好處的計劃 你千萬不要上當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要用另一招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優惠 你先找一個比較優惠的計劃 在確保沒有合同約束以及沒有任何額外收費的情況下 先跟新的電力公司簽約 因為在維州 你是有10天的cooling off period 在10天之內你是隨時可以取消合同的 新的電力公司會跟現有的電力公司聯絡 然後就是等 現有的電力公司就會打電話給你 或者你可以自己打電話去 跟他們說我準備換電力公司了 然後就跟他們說數了 要求減價 如果你現有的電力公司願意減價的話 當然留在這裡 如果他們不願意的話 那就走吧 你同時間也可以直接打電話 去跟其他電力公司詢問 看看有沒有更優惠的價格 澳洲的電力公司只負責零售 供電的就不是他們負責的 總之哪間便宜便用哪間 你可能需要不停地打電話 不停地測試直到滿意為止 電煤費的情況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了我們現在談談水費 澳洲的水費單分開兩個部份 首先就是Service Chargers 以及 Other Authority Chargers 這部份是屬於固定收費 不管你用不用水都要支付費用 如果你是租的話 這部份一般都是由房東支付的 租客只是需要支付用水部份 有些舊的appartment 連獨立的水錶都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有水費都是由房東支付的 用水部份 Usage Chargers 是會按照用量來進行分階段收費的 頭一段會比較便宜 而後段會比較貴 基本上澳洲政府和其他國家都一樣 是不希望你多用水的 水費可不可以去港價 是不可以的 因為負責供水的是政府部門 但如果你可以滿足以下條件的話 你可以和供水部門 申請豁免一部份的水費 首先如果你家裏有老人家的話 老人家只需要持有其中一張卡 包括concessions health age Pension卡 都有資格申請 另一個條件就是 老人家必須要和房子有connection 比如那間房子老人家也有業權 但他沒有規定要擁有多少業權 有朋友可能會問 老人家只持有1%的業權 這樣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因此你可以在賣屋的時候 安排1%的業權 給你父母 這樣做就可以和供水部門 申請concessions 豁免一部份的水費 正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雖然說不可以全部減免 但每年少購幾個水 都已經很不錯了 當然老人家就不只可以豁免水費 這麼簡單 還可以拿到其他優惠 在這裏先和大家買個關子 我會留在日後的節目和大家分享 今集就談到這裏 希望你訂閱、點讚和幫我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順便幫我看一些廣告 感謝收看TOW 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